父皇 难得你一片仁义之情 下去吧 请公主再入后宫 替我把这个玉坠送给五妹娘 已是我的一片心意 公主你笑什么 我笑九哥太知情 胆大包天 可惜用的不是地方 公主此话怎么讲 诸位皇兄的胆量 都用在争夺皇位上 只有九哥你 让公主见笑了 我心里实在放不下她 启离殿下 太子呈前谋反 东宫被查超 圣上宣九殿下速进场 大哥她 我看早晚有这么一天 难道父皇 要立九哥为太子吗 四哥期盼已久 又深得父皇宠爱 这太子之位 轮不到我坐呀 你们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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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九哥 九哥 阿密佛佛 九哥 不当太子 也好 省得你活受罪 重立皇室 有关大唐千秋万代 众卿以为 几位皇子之中 哪个可成大业呢 臣看 魏王自幼好学 开文馆 纳贤士 倒有帝王之财 臣倒不以为然 当年立太子成前 陛下也只是看到他可人的地方 不料入主东宫之后 生出种种事端 加上陛下心中又偏爱魏王 备家恩宠 这才生出东宫之乱 历寺是大 还望陛下三思 什么 难道陈前谋反是朕所逼不成 你们说说 臣以为 陛下马上定天下 创立了大唐基业 眼下 外移公顺 四海平安 只有以复德守城 才能江山永过 而晋王之身性仁孝 才有盛世明君的品德 近日 朕对太儿暗查不少时日了 昨日他亲口对朕奖 绝不立皇太孙 他死后宁可杀掉自己的小儿 也要让位给晋王 这可见其仁爱之心了 陛下 自古以来没有杀而传递的君王 魏王之言 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朕昨日已答应了魏王 不知九殿下 何故送此物给奴婢 装傻 竟忙对你有意 你能不知道 别在我面前搭了这脑袋 奴婢长奴婢短的 我不会告诉皇上 多谢公主 我说怎么不愿跟我走呢 嘴上说 心甘情愿伺候皇上 心里却想着晋王 公主 奴婢果真不知 你给我住嘴 我告诉你 晋王可是个有情人 日后 你若有负与他 我就将你腰斩万断 公主放心 奴婢记下了 也难怪你 整天跟在皇上身边 提心吊胆的 这后宫 连一丝风都不透 就是一朵鲜花 也会枯萎的 慢说 你还这样年轻貌美 公主的情 奴婢心领了 请公主转告九殿下 奴婢虽说没有什么 送给九殿下 以表寸心的 但若有朝一日 能与九殿下相守 奴婢不惜赴汤蹈火 这还差不多 总算没有枉费 晋王的一片痴情 我走了 公主慢走 姑娘 该你当班了 是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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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畜生 九弟 把他抓回来 四哥 请 九弟闲灾悠灾 玩得好开心 小弟不才 保时终日 无所用心 难道九弟甘心 做一辈子皇子吗 大哥做了太子 又怎么样 先被贬为树人 幽进军府 真是老脸 他是咎由自取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想起来 都不寒而栗 父皇突然召我回来 又一直不见 不知何故 九弟真的不知道 四哥请讲 九弟时常去七叔圆昌府玩耍 有人密报 九弟与掌兄七叔的大逆 有牵连 掌兄废了 七叔四死 五弟又猪了 九弟你千万要小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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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王 静王 怎么了 九弟 那我就告辞了 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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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干县宫 你密报东宫谋反 立了大功 陈基之情不敢不报 你忠心可见 可惜只封了你个县宫 官太小了点 皇恩浩荡 小陈一干 急不急 要是魏王继位 你就可以官职一品了 小陈不懂大人什么意思 皇子们谋反 就是听了你们这帮小人的谗言 请大人明言 大人 小陈貌似告密 反而蜈蚣有罪了吗 大人 小人虽然是小小平纪县令 可也是皇上所封 无耻之徒 这里搜出你魏王的密信 来人 戴高顺 无忌大人 大人 此人 你可曾见过 今天 朕把几位爱卿招至后宫 还是想商议 重立皇寺的事情 这是天大的冤枉 陛下已然答应了魏王 主意已定 还要臣等说什么呢 朕爱卿 随朕多年 一心为了大唐社稷 从不阿谀奉承 取悦于朕 不然朕的江山 也就没有今天 这重立太子之事 令朕 夜夜辗转反侧 虽然说已经答应了太儿 可是 忠卿心中不服 朕也于心不安 启奏陛下 尽王重建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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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儿 儿臣叩见父皇 父皇 惊慌什么 起来说吧 儿臣冤枉 瞧你这样子 冤从何来 儿臣听说 有人密奏儿臣 与长兄一事有牵连 这是天大的冤枉 儿臣在府中只知读书玩耍 我 居心叵测 是谁这样说的 是四哥亲口 降约儿臣的 太儿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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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有要事禀奏 之儿 你先到战后休息片刻 父皇 儿臣真的没有 没你的事情 你先去休息 五妹 带晋王到后面去休息 是 国舅请讲 殿下 你受惊了 殿下 你不必担心 妹娘还要给殿下道喜呢 记 记住好来 殿下 你对妹娘的情谊 妹娘终身不忘 你看 只要妹娘心中有我 就是天下最大的喜事 妹娘昨晚梦见一对喜怯 口吐人言 说九殿下 要做太子了 我才不想做什么太子呢 我 我只想父皇 能把你赐予儿臣 妹娘 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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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做太子 为什么 天命不可为 只有殿下做了太子 你我才能有缘 殿下 这个何干 暗通魏王府内 那天 陛下 陛下如若真的亲临东宫 死的不止是陛下 还有太子成亲 什么 何干 以招供 按魏王府之命 臣 太子谋害陛下之时 杀死成前 而后登基 再立新朝 张孙皇后 张孙皇后 睁开眼睛吧 睁开眼睛 看一看你养的儿子吧 陛下 好一个鬼诈凶险的太儿 朕 朕 朕无德 连除镊子 朕何以执掌设计 何以面对祖宗啊 妹妹 我有话跟你说 陛下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还不快就听我说话 陛下 陛下 快去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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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无德 妹娘 朕何以执掌射击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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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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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朕最疼爱的儿子 都想杀死朕 朕还何苦活在那个世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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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儿 你的两个哥哥都想杀死朕 你呢 朕不得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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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那么 为父就封你做太子 你愿意不愿意 陛下圣财 陛下圣明 怎么 晋王 还不快叩谢皇恩 儿臣愿为父皇分拥 来 起来 朕身边 就只剩下你这么一个敌出的儿子了 仲爱卿不是说 太平盛世要以仁德之天下 那么朕 就立智儿为太子 智儿 你不能让父皇再伤心失望了 儿臣 叩谢皇恩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你们看 这儿入主东宫是天下的喜事啊 赐福三日就是赏饮食给天下的百姓 民意食为天嘛 百姓有吃有穿 天下才能太平 百姓如水设计似舟 水能载舟 水能载舟 引富舟 弗莱 奴婢在 不是有几匹进贡的好马运进宫里来了吗 是啊 何不弄个马球队热闹热闹呢 马倒是不少 可是奴婢手底下的女工人们没个挑头的 这要皇上喜欢奴婢也试一下 姑娘 姑娘 那马还没让女人骑过呢 骑身呢 姑娘 这骑马可不想伺候皇上啊 您闪开 姑娘 小心啊 姑娘 姑娘 这马 打不得啊 姑娘 小心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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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姑娘 小心啊 姑娘 姑娘 两腿要加紧 小心啊 姑娘 不能死去啊 咦 咦 姑娘 你要把两腿加紧 姜身放松 身子坐稳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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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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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来 过来 这里的眼睛花了 那个红衣女子就是五妹娘吗 是五妹娘 现在她是工人们的教头 皇上的眼神错不了 叫她过来 是 奴婢拜见皇上太子殿下 五妹娘 朕看你平日温顺少雨 骑在马上到像个驰骋杀场的男儿 来 朕要亲自为你们挑几匹好马 皇上 请 您看这批 您看那批呢 还可以 那边还有 你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 殿下 我妹的梦应验了吧 媚娘果真说对了 我以为 殿下早把媚娘忘记了 哪里 媚娘夜夜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想求父皇把媚娘自语而沉 不 别说 那要只会毁了五妹 可是我 殿下 只要殿下心中有媚娘 我们来日放场 皇上 你看 这批样子十分威武 叫什么名字 回皇上 这是西域近墓的神马 还没起名字呢 只儿 朕就赐名他叫狮子聪 如何 父皇举起凶猛 赐得好 只儿 你上去骑几遭 让朕看看他的脚力如何好 太子殿下岂不得 这匹马性情暴力 已经摔伤了两名驯马使了 还没有驯好 五妹 朕 就把这批狮子聪赐给你如何 谢陛下 你能驯服他吗 只要皇上赐给奴婢三样东西 那三样东西 铁鞭 铁抓和匕首 做什么 先用铁鞭抽 不服再用铁抓打 再训不服 此物便不可留用 不如用匕首 刺断他的咽喉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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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禀皇上 这预诊是盗贼 从汴姬河上的草案所得 京臣逼问 汴姬招任是高阳公主送于她的 什么 定情之物 公主呢 公主也公认不讳 要面见皇上 要皇上放回汴姬 船只 将遍际腰斩施主 高阳公主永世不得进宫 皇上圣誉 腰斩遍际 高阳公主永世不得进宫 启禀皇上 司空大人房玄灵 为公主之事要见皇上 公主做出这种伤风败俗 大逆不道之事 辱莫了我大唐国锋 朕无言面对方爱卿 公主交与驸马随意出任 皇上 滚 是 五妹娘 奴婢在 朕 赞 赞给你的狮子聪训好了吗 奴婢已经驯服了 朕都很想看看 你是如何使用铁鞭和匕首的 回避皇上 奴婢已不再打绝和训马 只想专心致志地超路长孙皇后的女责 奉献给皇上 你在超路皇后的女责 拿给朕看 是 字体倒还捐绣工整 没有想到 你还有如此苦心 躲开 公主 我要请接父皇 父皇 躲开 让我进去 公主不得进宫 去 大唐公主 快让我进去 公主 不能进去 父皇 公主 你哪一个皇子不是三七六七 难道儿臣就不是你的亲身骨肉吗 公主 让我进去 公主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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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公主 父皇 不能进去 我是大唐公主 你们要杀就杀死我吧 你们为什么要杀死别人鸡呢 公主 公主 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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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出过了大唐婆婆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公主 不能进去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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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你为什么非让我可舍不当 而臣不如哪个皇子了 上天啊 你为什么要把我生成女子 你为什么要把我生成女子 十七妹行为不端 惹父皇生气 可儿臣觉得 父皇和公主的处置 是不是太严厉了 父皇一向宠爱十七妹 叫她永世不得进宫 难道 父皇心中就不想念她吗 乃臣觉得心中不忍 我愿为公主向父皇求情 正因为羊儿是朕的爱女 朕才一定要加重处罚 耳臣不懂 唯有如此才能证我大唐国风 朕儿 难道你忘了 父皇是一国之君 君王之道 就容不得个人情愿 为父皇 为父皇 我得不狠心 我得不狠心 儿臣懂吗 这儿 进来 你又纳了几名爱妾 而这还没用呢 看看 那是什么做太子的 你看看前面那个如何 父皇即刻赐予你就身 我呀 为父看那个身段较好 他就太狂了 而臣现在一时忙于学习政务 还无心大怯呢 皇上驾到 儿臣叩见父皇 这儿免礼吧 这儿 你看过这本奏章了吗 啊 新罗国是我大唐的臣国 而高沟丽呢 竟敢起兵攻打新罗 断越新罗向我大唐进贡之路 高沟丽竟敢冒犯我大唐 北父打算欲驾亲征 父皇 儿臣刚刚看到几位大臣的本章中说 父皇年事已高 冒险远征辽海 十分不妥啊 嗯 那么 儿臣以为如何呢 儿臣 儿臣以为 大臣们说得有道理呀 北父就想从你口中听到一句话 啊 可是你 父皇 父皇 想听我说什么 代父出征 啊 父皇 生子如羊 不如生子如狼啊 父皇 我 好了 你就在都中做监国 让为父带你去征服高沟丽吧 天下不分昼夜的读奏折也够累的了嗯 嗯 你懂什么 父皇亲征是说命儿臣无能 嗯 刚做了太子 你就这么大的脾气 要是做了皇上 还不知你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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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让那是传王公公到东宫来 就说姑有钥匙相伤 好 好 母妹拜见初容姐姐 来 坐到我身边来 是 姐姐又生病了 老天爷呀 真不公平 我整日足不出户 养尊处优 可还是啊 弱不禁风的 妹妹起早贪黑 日夜辛劳 确实 岳家年轻美貌了 姐姐现在毒受蝗虫 难道还不满足吗 皇上心里装得是啊 有千装万装 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咖喱 才容得下我 皇上临出征时说了 倘若这次得胜回来 就再封你为财人 是吗 嗯 皇上亲口对我说的 要能如愿 你我姐妹 能在一块说说话 也免得我寂寞 怎么 妹妹你不高兴了 做几年以前是你 倒也惯了 做财人就怕 莫非妹妹 不愿意受皇上宠幸 我已经忘了 做财人 做财人该怎样 侍候皇上 是啊 皇上老了 脾气越来越古怪 喜怒无常 可是 妹妹你就甘心一辈子做侍女吗 不 那你要怎么样 什么 老奴耳背 没听听太子殿下说的什么 姑要到后宫去 这 你怎么就听不懂 啊 殿下需要什么 尽管明说 老奴到宫中给殿下取来就是了 王公公 请你随不 到父皇的后宫去 太子殿下 老奴肩膀上这颗脑袋 还想多扛两天 皇上亲征 后宫里就留下些嫔妃侍女 除了老奴这样不是人的人 连这公耗子他也休想钻进去 嗯 好了 好了 就算姑什么也没说行了吧 老奴明白 太子殿下什么也没说 父亲害儿在 你听着 不管公主做了什么事 公主就是公主 不准你对他有半点怠慢 父亲大人 孩儿知道了 公主 下架到我房家 这是皇上 对我房玄陵 最大的恩赏 老夫不敢不收 父亲 只是我儿不才 不过一个三气常事 委屈了公主 老夫心中不安 公主 四孔大人 公主请起 公主请起啊 不如用鞭子 抽我一顿 老夫 老夫一定 会劝说皇上 让你进宫的 老夫 只怕是 老夫十日不多了 父亲 父亲大人 我好 老夫 也好 东边 有什么战宝传来吗 好啊 好啊 快拿 personality 快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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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起来 笑什么的 何告示 长孙无忌 叩见陛下 叫龙虎来 老奴在 老奴可靠公民 这一该万死了 老奴该死 老奴该死 给这帐格300 好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谁在闹啊 要返天了 老远就听见跟母鸡炸窝似的 你们几个中午的饭食都免了 看你们谁还有精神在闹 王公公息怒 这不怨他们 刚才是我说了个笑话 要罚就罚奴兵一个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说笑话 皇上在外边打了败仗 元气大伤 就要返朝了 到时候呀 有你们的好日子过 这个大家 有解 是 就说了